好 大家好 我是杨继 昨天楼顶多了都淋雨了 特别这一台大鲍鱼啊 淋了一场大鲍鱼 然后我今天发现 确实冬雨系不耐晒 然后昨天都把它搬到这里了 今天就给它们录一下这些枯叶 然后也给它们进行瘦身 太阳暴晒之下 多肉就变得皮实了 然后就养多肉啊 就是让它们力量 不浇生逛养它 我的理念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很多朋友 趁我要弄一个 这一盆或者阳光黄什么的 这都背离了我种多肉的初衷 种多肉初衷就是要让它们录养的 我觉得花草就是要录养 你如果换在那种温室里面 养出来的花 我们真的要花挥很多的精力 你首先 温室里面的花 你温度要 要调控啊 要恒温 对不对 然后现在我发现 这个乌木啊 不耐晒 那我明年就会知道怎么 怎么处理它们了 我就会把乌木集中在一起 渡血 就是给大家提供比较 阴亮的那种环境 就这样啊 要跟上去 不能统一都是三针的 今年就是 蔬菜统一都是三针的 还有草巷 西巷的啊 西灶的多肉 真的 夏天不能化 尽量的就是西边的少化 多向东边靠拢 这是我今年 录下以来啊 最深刻的感悟 大家可能 老手应该 就是大咖应该就知道了 所以说 能够称得上大咖的 他就是 经验比较丰富了 也就是说 人家说了一句话 就是踩到多肉的尸体上走过来的 他们 不懂得痒也会痒了 就像 说俗读坛是三百首 不会写诗也会淫诗了 这道理一样 多肉挂多了 他们也会懂得痒 其实很多朋友还以为我 今年很长了 其实没有啊 只是说 因为我今年乌木 乌木根 冬雨内的比较多 种的比较多 冬雨内的也不耐晒 刚才只是说到乌木 其实这个 我手边这里讲的这个 冬雨系的也不耐晒 可能大家手里的这些冬雨系 还可以 我 也有度下的 像这个好像都是度下的 去年都已经度下了 如果现在给它撸枯叶 要不你到秋天的时候 又没空 尽量的给它撸干净了 然后秋天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再撸了 你看看 都是一把一把的 因为这些枯叶如果没弄出来 它会滋生细菌 那刚才我这个 利用换架时间 就给它撸一下 这些小叶都不需要 都要把它掰掉了 不要了 新手可能就是 不舍得 这些小叶 其实这些小叶 长大的就是比较小了 你看看多少 多少枯叶 这些叶叶能 能撸的就撸一点点 已经黄了 你看看 已经有点色了 把它撸了 你看看 撸一下更好看了 很多 都是 你看 这些这时候 多漏猪猪猪问题 不要安生淡气 不要自暴自弃 多漏到夏天 就是这种 这种状态 厉害为多漏 在夏天 还有秋天 那种美丽 不可能的 大咖 也是这样 你不要觉得它 只是杨姐 有拍视频 把自己种多漏的这些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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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给大家 你去看一下那些 拍视频的大咖 他们有的时候就是会养了 就是有一些 男样的品种 他们淘汰掉了 我现在我今年我就淘汰 绝对淘汰婴儿手指 我今年我第二年 还有一棚我在试验 婴儿手指 我就发现 婴儿手指不行 男儿今年如果不度下 我是一株也不会买了 一株也不会买了 我去年就告诉大家 我那些男儿 去年度下了 然后后面又买了一株是那个 罗旗 罗旗其实是老二出状态 我不知道 然后又买了一株 现在跟那个老二一模一样 所以大家买多漏的时候 也要注意 不要去追求一些品种 先把手边的一些品种养好 你才能去追求新的 因为现在多漏很多杂交的 杂交的品种非常多 凝朗满目 我们养不完的 所以说你们 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先把 这些手边的 皮丝好样的多漏养好 多花一点时间 去照顾它 更好啊 你给它拷一下 漂亮了啊 它还会消耗 夏天 多漏只有夏天消耗 才有秋天的美丽啊 人家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啊 对不对 就这一次了 你看这些黄的 它肯定会消耗掉 拷了 这个这株是 这株 是一点东云 这株也是 这株是分达 这株是分达 昨天拷了两株是哪个 昨天拷了两株 一株是佛罗里亚娜 一株是红绿屋 可以用镊子啊 有镊子 镊子我觉得做事情很慢 我这个性格比较急躁 没办法捏 还可以的啊 都很细的 都搬过来的 这个是 那个这样 拉肥最后 你看 你把这些枯的 撸掉 最后啊 苦臭不好多些啊 可能 可能早一点 给它这样 可能会好 我就是没有这样 早 还用三蒸的 这个可能 最快 这样 要高 要阴亮 东风的地方 对 对 看一下 这个能留下来 秋天就 漂亮了啊 秋天很会长多了 这样撸一下 我们看一下 一两个晚上 我们再给它 烹药烹一下 因为那个多精灵 嗯 因为这样枯叶露掉 感知露出来 我们给它保护好 它就 如果能度下了 是不是秋天就是 美了 哎呀 这里还有 很多的 这个还是一个板子 你看 这个还是一个板子 还没画 这板子太嫩了 在湖州啊 进不住那个 爆晒 它就干掉了 都干掉 因为这个杆子 它没有木质化的 哎呦 杆子可能木质化的 还可以 半远一点 这边还有独孤叶 哇都是 这手鲁叶片就是孤叶 要春天啊 这个起码 五桶了 大家看看这个是 虎精最后 有一株已经干掉了啊 豆椒了 真正的叫烤肉 知道吗 这叫什么 烤肉啊 虎精最后 虎精最后 榴槤啊 榴槤啊 榴槤我们要把它 切下来吃了 秋天的时候多么美 可能一到秋天又想买 不买了 最后不买了 好看是好看 它这样如果没 能够保住啊 它就会门炸 因为这个杆它太绿了 你看看 这个杆它太绿了 最后我们要养木质化的 然后我们虎猪又太热了 然后它就受不了 我感觉是这样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 感悟 你看我掰下来 是不是 感是绿的 所以这样能够撑过夏天 到秋天 你想象一下 它就门炸了 就要把它保住啊 要遮呀 要给它遮好 就开头我遮呀 遮不好啊 是我疏忽了 你看一下 露一下 就能够看出它的板子了 我就是把 好的肉 丑的肉 都给大家看 没有隐瞒的啊 没有说 哎呀 有一些肉 死了 有一些肉 挂掉了 不拍出来 我一直说了 我就是记录 养多肉的 这个过程 没有怎么样 就是说我这样养了 它出现了问题 我就是说今天啊 这个乌木 跟东雨系的 我遮呀 没遮到 明天如果他们这些 如果还健在 还留着 我就会懂得 养了啊 像这些乌木 我就懂得养了 啊 东雨系的 或者乌木 好 今天就给大家聊一聊 啊 这个 东雨系的 跟乌木 我们要在 啊 六月底 六月底就要给它遮呀 而且这样 要遮到位啊 要遮好 呃 增速 起码要 六增以上的 要六增以上的啊 好 今天的视频啊 祭拜到这里 谢谢大家 关注 喜欢的可以收藏 转发 拜拜